朱海军想嫁张飞!NONO创摄影棚宣示主权! 朱海军,钟,自爆曾想嫁飞哥,NONO促进大发全场丁人! 图华市,2018年4月6日 方济为、朱海军、锦绣二重唱与蜜雪威奇等人一同上节目标哥 已婚的朱海军还对张飞告白,说他是婚前最想嫁的男人,后来只好烂语充数嫁给NONO 遭众人笑亏虽然两人都有鸽子,但论备份或身价也差太多 或许知道老婆的偶像是张飞,NONO还刻意到摄影棚探班,现场直接与朱海军调情 朱海军透露,飞哥是我结婚前最想嫁的男人,后来只好烂语充数找了NONO 其他人听闻大笑,飞哥跟NONO哥也差太多,只有一个,哥,字是一样的 朱海军还说,刚出道时碰上张飞半退休时期,上节目碰不到对方 首次见面竟是在丧礼上,告别式的场合看到飞哥也不能表现得太开心,真的很为难,终于让我等到上飞哥节目的机会 锦绣二重唱跟歌手朱海军同台,但NONO曾因为拍戏跟秀琴传出暧昧情,让两人现场气愤微妙 秀琴连忙解释,都是为了戏剧做出的效果了 张飞也补充,如果没有过去这段,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的选择 让朱海军会心一笑 而NONO特别来探班,帮老婆送便当,两个人还在节目上喝调酒,露出了陶醉的表情 调完情后,NONO坚决要盯住老婆录影,惹得朱海军稍稍不悦,要她快点回家带小孩 综艺非常赞周六于华士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